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主要聚焦在劳房户、单亲户和长者户 让磨95万目标群组当中 劳福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指出 由于过往采用贫穷线在反映贫穷问题上有局限 扶贫委员会支持政府转为相关精准扶贫项目 制定职效指标KPI 以监察扶贫工作进度和成效 扶贫委员会委员之一的状态量就认为 现时需要订立三个目标群组 但都要重合拼组别 譬如说是单亲又住劳房 或者是长者又住劳房的组别 加以识别哪些是较大机会需要辅助 他还说如果希望制定灭贫措施 就要订立绝对贫穷线 每十年检讨一次才可以量度成本效益 并且建议将独留在家的儿童年龄 由16岁下调至到15岁 让他们的父母可以出外工作 改善贫穷问题 另一位扶贫委员会委员施丽山都表示 这三个目标群组里面的人可能有重叠 认为扶贫政策一定要有优势 现有的措施必须要继续做和优化 他指要保留贫穷线 才可以真正了解到实际贫穷人口的数据 建议考虑订立多几条贫穷线做参考 亦都要订立量度扶贫措施成效的指标 以及如何去深化扶贫计划 并且由专人跟进扶贫措施 和订立优先次序 早前的士业界向政府申请加价 行政会议经过讨论之后 今天宣布通过方案 不过加幅就低过业价原先要求的5元 今次加价 所有的士起标都一律加2元 市区的士就由现时的27元加到29元 新界的士由23.5元加到25.5元 大鱼山的士就由22元加到24元 而每次跳标就会加价1至2毫不等 的士加价的生效日期稍后才公布 但创意深度由优胜路线就已经出路了 旅游业议会早前举办的创意深度由 行程设计比赛 一共选出了6条优胜的自尊路线 其中深度长洲的行程包括参观长洲冰厂 武麒麟体验 平安包工作坊 参观立体浮雕 拉堂体验工作坊等 参加者亦都可以品尝到长洲85年老字号餐厅 和当地特色的甜品 深入了解长洲的历史和特色 说起历史 近期在中央图书馆就举行南来作家 首席为物展 走进文学的时光卷族 展出超过300件的金融 张爱玲等等 24位南来作家的首席和物品 让大家从中了解他们与香港之间的渊源 现在我们一起去看看 今时今日 人人都有电话和电脑 找朋友就发信息 回公司就发电邮 多久不要专专拿起一枝筆去写字 其实手写的文字是特别有温度的 而作家作品的手写稿 就更加是难得和珍贵 由香港文学馆 香港作家联会 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 南来作家首席为物展 5月11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开幕 今次展览一共展出 24位重要南来作家 如张爱玲 梁雨昕 金融 刘耳畅的首席和物件超过300件 其中200件更加是圆件 是香港历年最具规模的南来作家主题展 平时有没有说 真的看开什么作家的作品 中学的时候就看 张爱玲 当时就看了小团圆 当然是茶梨蓉 还有那个新儿童 那个书仔 我小时候也看过 那你今次进来这个展 其实最主要是看什么呢 看到这里我有他的手写信 所以就上来看一下 有些穿越了时空的感觉 很开心可以见到他们写的字 这些手稿 真的觉得他们 逢他们出版一些自作 都经历了很多心机 千改万改 就是给得出来 捐印的都相当有功力 潘管长 为什么会构师举办 今次这个展览呢 事实呢 香港文学有一个前程的问题 我觉得香港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三四十年代 因为内地战年 很多作家 代表性作家 就南来香港 有些就在这里写作 有些就撓了下来 我们也想让香港的读者知道 香港南来作家 在香港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不如简介一下这群作家 对香港文壇的影响力 最近的作家对香港文壇的影响太大了 比如金融 金融现在估计他的读者有两亿 在世界的影响也很大 他也是从香港出发的 例如刚才说梁医生 他是开创三派武俠小舍的宗师 另外就很多 比如许地山先生 他提了很多关于香港教育政策 而且他的作品 基本上都在香港写的 所以一大派这个南来作家 其实对香港文学 就起了促进和发展的作用 那这次展览有什么特色 想推介给大家 我们有三百多件手绩 或者遗物 其中有二百多件是真品 这次我们也很感谢 有些例如宋以龙先生 他借出很多的军衣 张爱玲的手绩和首顾 所以这个展览内容很丰富 小过感性一点 我就喜欢看张爱玲 大过的时候就看金庸和梁雨昕先生的武俠作品 入到这个展览可以看到他们的真迹 再想起那个年代和环境 真是灵有一番风味 Yuki 筹备今次的展览 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因为我们本身 其实文学馆开馆 也会在今个月5月27号 所以我们等于这么短时间 我们要筹备几个大型的活动 所以对我们整个团队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就是展品 因为今次的展品 其实由我们开始征扎 到我们有不同的人 有些捐献 再加上我们主动去找一些资料 那个展品差不多有成近千件 最后怎么去筛选到 差不多今次展出有三百多件 当中也都经过很大量的筛选工序 当中我知道有一些增绩和首稿 你们是如何征扎回来的呢 还有之后又如何处理呢 第一步就是我们向一些 本身认识的一些作家去征扎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透过广告 我们在不同的报纸和社交媒体 都会用一些广告的形式 去向广大市民去征扎 首先我们会将这些手绩 我们会做一个电子化的 将它全部用在电子化 然后存在我们一个数码资料库里面 元件我们都会保留在文学馆 作为将来的一些展览 或者是一些研究工作用途 那今次展览加入了什么新的元素 大家是一定要留意的 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很大型的装置 就是小团圆用了一个螺旋形的形式 去呈现小团圆这个手绩作品 另外也是回应我们今次展览的名称 《走进文学时光的卷族》 观众也可以走进去 有一个沉浸式的观展体验 我们希望可以做到这样的感觉 另外就是我们今次 也都是与中国美术学院合作 有一个装置的 这个装置就是利用了现在科技的技术 就将一些今次南来作家 选了一批 然后将他们的生平、事迹、作品 通过一些电子化的元素 然后将它生成一些数据 变成一个艺术的图像 去呈现出来 不一定要文学很聪明 才可以欣赏到这里的作品 其实看着不同年代的作家故事 就好像去了时光隧道那样 互顾香港文坛历史 其实人人感受都不同 可能要亲身来到才可以有另一番的新体会 早前发生了一宗杜曼犬在商场云底 而不幸离世的事件 就启发了一间学校的私生 研发机械杜曼犬系统 来舒缓杜曼犬数量不足的情况 并且帮助视像人士出行点对点 今晚就请来香港资讯科技学院港师 曹家豪 以及职业训练局软件工程高级文憑毕业生 来善意和大家讲解一下 欢迎两位 欢迎你们 不如先问一下Sage 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机械杜曼犬系统 其实是可以怎样帮到视像人士的 我们开发这个系统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有常生活中 亦都发现到视像人士 在出行方面有一定的限制 而且香港人的杜曼犬 亦都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 在申请杜曼犬服务里面 亦都有一定的手组 有件及之 我们希望可以利用创新的解决方案 去帮助社会有需要的人士 我们早前也有留意到 杜曼犬是商场云导的新闻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作品 去提醒大众 要多些去留意动物权益这方面的议题 出发点都非常好 那机械杜曼犬系统 是用什么技术组成 以及如何带领视像人士出行的呢 其实我们香港资讯科学院 私生共同研发的 这是一个机械杜曼犬系统 其实我们应用了在业界的硬件 再加上我们私生 透过在课程中学到的知识 去研发出这个系统 而这个系统里面分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手机应用程式 另一部分就是AI镜头 用户只要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他的语音输入 他会输入他的广东话 输入他们的导航的起点和目的地 就指令那只机械9去到导航服务 而在导航服务的过程里面 其实机械9是运用了一些实时的定点 地图建构的技术 精准地令到机械9能够提供一条最佳的路线 我想问一下 之前你们就在开放日那里 有试用到这个机械杜曼犬系统 当天的试用成如何 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情况呢 在我们屯門院校开放日 Ivy开放日的时候 我们作出过一个测试 在测试之前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全面的素描 我们在我们的校园里面 做了一个地图的素描 也都在当天开放日里面成功 使用者可以提供一个点对点的导航服务 引路的系统 我们也打算计划 和市场人士的团体去合作 邀请更多的市场人士 在不同的地方上行测试 提供数据 希望有助我们改善我们的独猫犬的系统 令独猫犬可以更加有效地去 体验到独猫出行的服务 Cajal 可否简单说一下研发过程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怎么解决呢 我们在研发过程最大的挑战 主要是硬件上的限制 所以我们时不时都需要去微调这个硬件 令到机械狗可以很畅信地去运行 还有我们也都要去减轻机械狗上的硬件负荷 去避免避免这些情况 我想很多人想知道 机械独猫犬 其实相比起一只活生生的独猫犬 其实有什么分别有什么好处 还有没有可能真的完全取代独猫犬呢 其实两只的运作模式都有一定的分别 一个活生生的独猫犬 其实主人必需要知道目的地的路线 再去指令独猫犬如何去行走 而我们的系统 就会提供一个点对点的导航功能 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导航系统 那用家其实只要透过手机语音 去输入目的地 接着我们的系统 就可以实时去编写一个最佳的路线 去指引主人去行到目的地 那我认为其实现阶段 独猫犬未能完全取代独猫犬的独猫犬 因为我们的导航功能和我们的备状功能 仍然有待去改善 那我认为两者的优势其实是可以互补的 因为目的独猫犬其实他们都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好的那今晚多谢了两位和我们的分享 我们经常都说科技帮助到我们的生活 所以都很希望这个机械的独猫犬 可以越来越普及 更加方便到视像人士的生活 独猫犬就支援到视像人士 转看下政府飞行服务队 他们就支援不同的政府部门 去进行搜索和拯救的工作 以下来的环节 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是怎样去应对 平时这么复杂多变的行动 政府飞行服务队负责为政府部门和市民 提供一些行动性的航空支援服务 这些任务内容当然充满着变化 负责统筹和协调这些任务内容的其中一个重要纲位 就是助理飞行行动经理 到底这个崗位是做什么的 让我带大家了解一下 我叫张子迁 我加入了政府飞行服务队已经十年了 现在我的岗位是助理飞行行动经理 同时亦都是空勤主任 助理飞行行动经理的工作是包括什么的 其实飞行行动经理是一个协调的工作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协调包括了耐和外的 我首先说了什么是耐 耐的其实就是我们会和工程师那边有沟通 例如有什么机器可以让我今天进行紧急的任务 又或者是机器里面配置了什么装备 除了这样之外 我都要和机师和空勤员那边做一些配合 服务的范围可以去到多少 或者可以做到什么任务 我都要去配合这件事 外部我就要和消防署、警署协调调 我就要知道究竟哪一件事是最紧急的 因为飞机是有限的 所以我就要和他们协调 我可以先做哪一件事 你刚刚提及自己已经做了这一行十年 其实有没有哪些任务 是令你的印象最深刻的 在这十年里面 我不单只有一宗案件是十分之深刻的 其实可以总共来说是有两宗 我要将一些受伤的船员离岸 比较圆的地方 运回香港接受治疗 在2017年 我当时是三级空行主任 我当时的纲位 就是一个直升机的拯救员 我是去到现场 落到船那里 去接了六个 严重烧伤的船员回香港接受治疗 到2022年 这一宗就是第二宗案件 当日我的纲位就是当值的经历 作为同事背后的后盾 也是够了六个销商的船员回来的 这两个案件十分之特别 每次都是接六个 对于我们同事来说 是一个十分之严峻的考验 有些什么呢 例如是时间的分配 医疗物资的分配 他们伤病的分流 回来香港还要做一些不同的协调工作 例如我要通知入境署 通知消防进行之后的运送 可能你会记得2022年 当时是新冠病毒全球肆虐 所以我们同事出去境外 接触伤患者或其他船员 其实他们都有一定的担心 所以我就会联络医护防御中心 去帮他们分担或舒缓 接触外地船员的担忧 这些所有协调 对于我来说 都十分难忘的回忆 原来你已经担任过不同的岗位 亦都完成过不同的任务 对你的人生有没有什么灵悟呢 作为一个行动经理 其实往往都不是那么寓意的 当中都会经历了不同的失败 但其实如果自己 只是注意自己有些什么不寓意的地方 注意自己有些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其实是没有进步的 一步一步走下去 你会有一个进步的空间 我在飞人服务队里面 我都担任不同的导师 例如是香港航空青年团 或者私有计划 其实我都会将自己的亲身经历 都会告诉他们 可以让他们对航空的理想 而且可以告诉他们 如何一步一步地实现 就好像当年我的会考 或者高考的成绩 永不理想 然后我就继续去 可能从副学士那边去读上去 之后我完成副学士 再完成我的学位 甚至是第二个碩士学位 其实出路总会有的 我会觉得态度是改变一切 所有东西都是基于 你个人对事的态度 这也是我想和年轻人面临的说话 我们这份工作 其实很多时候要帮人 我自己会常常提醒自己 走多一步 要有同理心 我们是急别人所急 如果帮到人 大家都会开心点 令到整件事件都圆满点 看完Joff的分享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感受到 他对梦想的坚持 不行了 从今天开始 我都要像他这样 不要因为一时失忆而放弃 因为每一次失败学到的东西和成长 都是距离成功的一小步 大家要努力 其实平时我都很喜欢跑步 不过就没有参加比赛 其实本港真的有不少跑步比赛 比赛很多时候还会分不同的距离 赛道、性别、年龄组别 好像亲子做、公开组 形形色色什么都有 是的 我见过不少比赛 跑手还会穿着奇装衣服去参加 我有留意开跑坛的朋友 应该都会知道 在下个月的16日 就有一个奶龙跑2024 在湾仔海滨长廊举行 这次比赛分为个人组 朋友组和一公里亲子组 个人组和朋友组分别车有2公里和4公里赛事 让大家按照自己的能力参与 至于一公里亲子组 带人、小孩便可以组队 发身成为神枪手去参与 一边跑一边玩水枪战 足够消暑又刺激 有意报名的家长 还可以参加亲子赛前训练班 以有趣的锻炼方式 来培养小孩的基本运动技能和协调能力 这个训练班明天就截止报名 想在赛前较健身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参加 而到时比赛当日 场内就有多个打卡位和游戏摊位 让大家尽情玩乐 有关比赛和活动详程和费用 大家可以浏览相关网页 其实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去跑步之前 记得要热身 不然就会很容易抽筋 说起抽筋 Kitty,你有没有试过? 我当然有 有时没有做好热身运动都会抽筋 我想大部分人都有试过 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传闻说 如果左脚抽筋就举右手 右脚抽筋就举左手 那就没事了 不知道小朋友有信不信呢? 我在游泳的时候 我一次试过抽筋 可能因为没有做热身 手指彈琴彈得太快 就会抽筋 冷静一下 然后可能会立刻做一些拉筋动作 拉松一条筋 我试试一下不要动它一会 然后再慢慢伸展 就不太相信 因为我觉得 如果是脚抽筋的话 那真的跟手没有什么关系 我就不太相信 就是你这样举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世界上就不用发明一些药物 去令自己不抽筋 这个是没有科学根据 而且我们要懂得明辨是非 听到这些东西 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